诗篇第八十六篇 主啊,求祢使仆人心里欢喜 因为我的心仰望祢 主啊,祢本为良善 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祢的人 耶和华,求祢留心听我的祷告 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祢 因为祢必应允我 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祢的作为也无可比 主啊,祢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祢 他们也要荣耀祢的名 因祢为大且行其妙的事 唯独祢是神 耶和华,求祢将祢的道指教我 我要造祢的真理行 求祢使我专心敬畏祢的名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祢 我要荣耀祢的名,直到永远 因为祢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 祢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 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 又有一挡降横的人寻锁我的命 他们没有将祢放在眼中 主啊,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露,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求祢向我转脸 连续我,将祢的力量赐给仆人 救祢婢女的儿子 求祢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 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 因为祢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 诗篇第八十七篇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的 希拉,我要提起拉哈白和巴比伦人 是在认识我之中的 看啊,菲利斯和推罗并古诗人 各个都身在那里 论到西安必说 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 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力这城 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 希拉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全员都在里里面 诗篇第八十八篇 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 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彻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烂 我的性命临近阴间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 如同无力的人一样 我被丢在死人中 好像被杀的人 躺在坟墓里 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 与你隔绝了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 在黑暗地方 在深处 你的愤怒重压我身 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希拉 你把我所认识的 隔在远处 使我为他们所证悟 我被拘困 不得出来 我的眼睛 因困苦而干憋 耶和华 我天天求告你 向你举手 你岂要行其事 给死人看吗 难道阴魂还能起来 称赞你吗 希拉 岂能在坟墓里 诉说你的慈爱吗 岂能在灭亡中 诉说你的信实吗 你的歧视 岂能在幽暗里 被知道吗 你的公义 岂能在旺季之地 被知道吗 耶和华 我呼求你 我早晨的祷告 要达到你面前 耶和华 你为何丢弃我 为何 颜面不顾我 我自幼受苦 几乎死亡 我受你的惊恐 甚至慌张 你的烈路漫过我身 你的惊吓把我剪除 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 一起都来围困我 你把我的良朋密友 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人 进入黑暗里 诗篇第八十九篇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 传于万代 因我承说 你的慈悲 必建立到永远 你的信实 必建立在天上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 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 大卫 起了事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 直到万代 耶和华 诸天要称赞你的骑士 在圣者的会中 要称赞你的信实 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 谁能比耶和华呢 神的重子中 谁能向耶和华呢 他在圣者的会中 是大有威严的神 比一切在他视为的 更可畏惧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哪一个大能者 向你耶和华 你的信实 是在你的视为 你管辖海的狂傲 波浪翻腾 你就使他平静了 你打碎了拉哈勃 似乎是以撒的人 你用有人的绑壁 打散了你的仇敌 天数你 地也数你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为你所建立 南北为你所创造 塔伯和黑门 都因你的名欢呼 你有大能的绑壁 你的手有力 你的右手也高举 公义和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 行在你前面 知道向你欢呼的 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他们 因你的名终日欢乐 因你的公义 得以高举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 因为你喜悦我们 我们的脚 必被高举 我们的盾牌 属耶和华 我们的王 属以色列的圣者 当时 你在异象中 消遇你的圣民 说 我已把救助之力 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 我高举那从民中 所拣选的 我寻得我的仆人大位 用我的圣高高他 我的手必使他尖利 我的绑壁也必兼顾他 仇敌必不勒索他 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 我要在他面前 打碎他的敌人 击杀那恨他的人 只是我的信实 和我的慈爱 要与他同在 因我的名 他的脚必被高举 我要使他的左手 伸到海上 右手伸到河上 他要称呼我说 你是我的父 是我的神 是拯救我的磐石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 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与他立的约 必要坚定 我也要使他的后裔 存到永远 使他的宝座如天之酒 倘若他的子孙 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我的典章行 背弃我的律力 不遵守我的诫命 我就要用账 折罚他们的过犯 用鞭 折罚他们的罪孽 只是 我必不将我的慈爱 全然收回 也必不叫我的信实 废弃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我依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我绝不向大卫说谎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 如日之恒一般 又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天上确实的见证 希拉 但你老怒你的受高者 就丢掉弃绝他 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 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 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 使他的宝藏变为荒畅 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 他成为邻邦的羞辱 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 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 你叫他的刀剑卷刃 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 你使他的光辉止息 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 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 又使他蒙羞 希拉 耶和华 这要到几时呢 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 你的愤怒如火焚烧 要到几时呢 求你想念我的时候 是何等的端少 你创造世人 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 希拉 谁能藏活免死 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 希拉 主啊 你从前凭你的信使向大魏力士 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 主啊 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 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 存在我怀里 耶和华 你的仇敌用这羞辱 羞辱了你的仆人 羞辱了你受告者的脚踪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诗篇 第九诗篇 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 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 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根 你叫他们如水冲聚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 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露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影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正路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露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 愿你坚立 真言第十八章 与众寡合的 独自寻求心愿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愚昧人不喜爱明哲 只喜爱显露心意 恶人来藐视随来 羞耻道辱骂同道 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 好像涌流的河水 沾讯恶人的情面 偏断义人的案件 都为不善 愚昧人张嘴起争端 开口招鞭打 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 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做工懈怠的 与浪费人为弟兄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富足人的财物 是他的奸诚 在他心想 犹如高墙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钱 必有前卑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 谁能承当呢 聪明人的心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人的礼物 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先诉情犹的似乎有理 但临舍来到 就查出实情 撤迁能止息征静 也能解散强盛的人 弟兄结怨 劝他和好 比取坚固城还难 这样的征静 如同 兼债的门栓 人口中 所结的果子 必充满度负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死 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贫穷人说哀求的话 富族人用威吓的话回答 烂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但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感谢观看